好了,處理人際關係的問題 時時都是跟人建立良好的關係 我認識的教有很多種 有時我經常跟我說,有人來歡迎 我真的見到新人站在那裡,我形容他們好像站在那裡 但那幾個人經常在那裡聊天 我說你們歡迎他們,他們說歡迎你 然後回到那幾個去聊天 他們在那幾個圈子,那幾個人的圈子是很舒服的 覺得我要搭出去跟人聊天是很難的事 有些人是這樣的 有些人總是覺得跟人相處會有困難 不去衝破,我不知道大家的情況是怎樣 我希望大家慢慢學到 我關心人,總有人會回應,總有人會關心的 那時有一個教有很成熟的 在教會很久的了 我說你們歡迎新人 他們怎麼回答 他們會覺得很不舒服的 他們會不喜歡的 我真的覺得關心人,為什麼不喜歡 因為他們試過,他們歡迎人 那些人不喜歡 於是他們就下了一個結論 歡迎新人,是會可能不受歡迎 那他們真的不歡迎,你就不要緊 例如有人說,我想要安靜的來到聚會 那就不要緊 我歡迎,開心見到你,你就在這裡享受一下 那如果有一個人喜歡聊天 那就跟他聊天 其實很簡單 但有些人就連這麼基本的事都很難衝破 還有我很多時候看到,兩個人有些衝突 有些人是學不到什麼 對方有些什麼不好 他馬上會發脾氣,或者不喜歡 有些人會傳一些WhatsApp給我 他說,你看一下他跟我說什麼 我說,我想看看上一段,你跟他說什麼 我說這個話,他會有什麼感覺 他又不想面對自己 即是說,他自己說這些話 所以令到對方會這樣 我講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跟我說,他跟另一個人說 你可否這麼不執著 接著那個人有很大的反應 我說我想看上面他講甚麼 原來那個人想去找工作 但他的工作也不適合他 他想找一些好好的文職 想做物理治療師 他學過做助手 但那些人又不聘請他 這個人就跟他提議 不如你先找一些普通的工作 做月仙可以賺錢 但那個人又不肯 接著他就說 你可否不要這麼執著 那個人就發脾氣 他說我沒有執著 我就跟他說 你可以這樣說 你在經濟困難 你會否考慮有甚麼工作可以得到 即是用詢問的方式 而不是用一個指控 當你一指控 那個人就不喜歡跟他聊天 這個就是 有時人與人之間 就是這些事情發生了之後 他就有一個經驗 很難相處 很難跟別人相處 其實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個吉祥人 所以我們要留意自己 是否容易吉祥人呢 我怎樣能夠不要那麼介意 別人說的負面說話 別人說的好都不重要 不用那麼執著 不用那麼緊張 我又有很多次跟那些教友 想他們和好 有個教友跟我說 以前的學生時期 那些學生 他說 另外一個學生 和我在這裏說話 在學校不理我 那我說 我跟你們兩個一起 見面聊聊天好嗎 他又不肯 他說他不會改的 那我就跟另一個說 我另一個又不肯 結果我求了很久 他們都先肯 然後去跟他們聊 我處理過很多這些問題 雙方都不肯 雙方都有些執著 雙方都有些不喜歡對方 然後就一直持續過關係 那我發覺 當人有些問題之後 是很難衝破 普通人是很難 就像耶穌所說的 弟兄得罪你 你先跟他和好 跟他講出他得罪你的地方 那這個是我常做的事 為什麼呢 如果我不做的話 他們就會不理會 真的回來教會不理會 甚至他會離開教會 也都是神喜悅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人 你是不理會的 你見面很難跟他聊天 那如果這些事 我們處理不了 耶穌說 如果你獻禮物的時候 你想起有弟兄向你懷怨的 你先放下禮物 跟他和好 你先回來獻禮物 就是說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這個勇氣 是不容易的 是否難 但是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不用怕面懵 就算對方錯九成 我錯的那麼多 我們都可以說 我有令你不舒服 請你原諒我 我有甚麼做錯 請你原諒我 來修補這些關係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關系一破壞了很難修補 是很難修補 所以我作為侍奉人員 我去到哪個教會 如果我和一個教友有衝突 例如有個教友有些行為不好 我就說 你這樣也可以 你這樣不愛主也可以 接著他生氣了我 接著他告訴十個人 又告訴牧師 這些就會封鎖侍奉的路 我們這樣想 當我們的生命可以發揮 但因為我們處理不到人際的問題 就算我看到他的問題 我不是去罵他 我可以引導他 他可能會改變 而不是說 你這樣啊 有沒有搞錯啊 這樣的時候 我們人際問題就變難了 或者有時 有少少的不舒服 我們都處理 我講一個例子 我們宣教 有一個牧師 我跟他說 聖靈的工作是否接受 他說接受 全都接受 我們帶領聖靈聚會 很多人經歷喜樂 愛、釋放 他有點不接受 但我一看到他不接受 我一定要跟他談 我跟他談 了解他甚麼原因 他有甚麼不接受 他有很大的道理 可能他認為他接受 他不接受到這樣的程度 他不會想到人們又哭又笑 他只是想到四年工作 又溫和一點 不是這樣的 我需要跟他化解 否則以後就封了一條路 我不是用人的方法 即是說 我不想因為人的緣故 而封了一條路 如果是神封了一條路 OK 但如果是因為我沒有處理 是我的不智 所以我會任何人 我覺得他對我的態度有些問題 我都會嘗試跟他談談 衝破這些問題 有沒有甚麼地方我可以改善 用這些方法問人 這樣就好過指出人的錯處 這些都是我常做的事 所以我們主動建立和別人好的關係 關心別人 見到別人都會跟別人說 你好嗎 這樣就可以建立關係 有甚麼地方可以幫助別人 我們都盡量幫助別人 和別人相處很重要 就是不要被別人的問題影響 看重別人 以及用說話欣賞別人 看別人的長處 他總有他的長處 雖然他有短處 但是他有他的長處 感受別人的感受 別人有不開心、有不舒服 我接受他會不舒服 不要緊的 譬如我一旦有聖靈的運作 我看到有人不舒服 我立即會停下來 我就會大聲說 我可能有些人覺得不自然 看到他們哭得那麼緊要 但其實他們很釋放 他們的憂傷走出來 他們很舒服 雖然我們自己不是這樣的反應 我們都會接受 有些人可能憂傷走出來 有些人開心得不得了 他現在好像在天堂那麼開心 我們覺得為何會這麼大笑呢 我們只是接受他 經歷到神給他很大的安慰 很大的釋放 所以他開心得不得了 我們為他歡喜 我會解釋一下聖靈運作發生的事 我試過見過很多聖靈聚會 有些人有很多經歷 但那個領導的人都沒有解釋 有時我試過去聖靈聚會 有些人坐在那裡問我 你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那些人到底經歷了甚麼 為甚麼會這樣 有些人會問 所以領導的人是需要解釋給人聽 讓人知道 就算對惡人也有祝福他的心態 有服侍的心態 整天都想著服侍祝福 沒有吃虧的 並且真的對自己有益處 我越祝福的人多 神越喜悅 神越祝福 也都珍惜關係 有人對你好的 珍惜 我珍惜與曾牧師的關係 多謝他對我的信任 我珍惜與你的認識 任何一個我們相遇的人 我們都珍惜 都是神賜的禮物 良好的溝通 就是更多的聆聽 留意 我們下一課會講多些 就是下一課 講多些聆聽 如何聽到人的需要 如何回應人 不只是用自己的方法明白人 聆聽是良好的溝通的基礎 如何聆聽呢 就是聽到對方的訊息 和背後的感受 他有什麼感受 第二就是集中留意 他說的內容 他表達的方式和情緒 他說的時候有些激氣 有些緊張 有些不開心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留意到了 我們就了解一下 他覺得這件事 這件事都令你不開心 這件事都令你好像有些煩惱 就是留意到他的感受 而回應 他就覺得你留意他 關心他 還有他有什麼重點 他經常都說回那件事 身體語言 他的手很緊 說話的時候 不是他的手很緊 他的手很緊張 在說話的時候 血管都膨脹 很激動 接立他的狀況 就是他不開心 雖然我們說 如果我是你 我就不會不開心 但是他不開心 是他真實的經歷 我們就接受他這個真實的經歷 靈聽的時候 分別他的狀況 感受 他要求什麼 或者他的目的 一面表達 聽到他說的話 將他的意思表達出來 和回應他的感受 即是說回 你告訴我 你現在因為這件事 很不開心 你的心裡很受影響 很有壓迫感 他會繼續說更多 很多人為什麼會靈聽有問題 其實我在神學院 已經讀過幾個科學輔導 但後來我去讀 遠目課程的時候 我才是真的學到聆聽 其實我初期的時候 主要是教人 不是聆聽他 就算我現在聽話 我都發覺有時候脫漏 我太太聽話 真的強過我很多 我都留意他 很多時候他聽人說話 他真的聽到很多東西 我都希望大家都學習 雖然我聽話 比很多人都聽得多 但他還聽得多 他留意到每一件事 留意到他的字眼 他的表情 我們聆聽的困難是 就是我們內心論斷他 不接納他 以及不喜歡聽到煩惱的東西 所以沒有心機聽 沒有真心看重人 和希望跟他建立兩個溝通 一面就想著怎樣教他 或者怎樣批判他 或者他覺得他不好 聆聽的時候回應 這裡都是簡略地說到 建立人的關係 都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永遠都沒有好朋友 為什麼呢 有些人跟我相處 他總是套苦水 總是 由頭到尾都是套苦水 說話一樣 我未有機會 他就說另一件事 一直說下去 因為他的心中 裝滿很多苦水 那我們 如果我們是這樣 我們需要留意 就是我們是不是很多苦水 在裏面 我們裏面需要化解 深信神真是給很多恩典 數算神的恩典 所以我們裏面不是裝滿苦水 而我們講話的時候 不是說我們的東西 如果只是說自己的東西 沒有人喜歡聽 留意一下對方說什麼 回應他 他就覺得被關心 他就會喜歡跟我們溝通 那就是 內心聆聽 他的情況 困難和感受 有適當的回應 盡量小教導 回應那個感受 即是說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知道你很大的壓力 也都回應他關注的事 例如他跟丈夫關係不好 他侍奉的問題 我們都回應他 了解一下 到底他在面對什麼問題 無論說什麼 都想想他的感受 這件事我發覺 很多人都很難做到 有時候 人們會說 你這樣也想不到 這句話 他真的覺得 真是事實 為什麼你這樣也想不到 但有沒有想到那個人聽 是不舒服的 有很多說話 譬如說 很容易會批判人 你真的不好 你真的 為什麼會這樣 或者有時候 其實有時候 教育有時候 有些少少的利益 就會有些爭論 然後就會批判對方 我們盡量學習 說一些說話 讓別人聽舒服 譬如我明知道 教育有問題 我怎樣跟他講 我想了很久 有時候 我會跟太太商量 怎樣跟他講 我都會問一下他的意見 傳WhatsApp 有時候有些人 那些問題很嚴重 我傳之前 我先傳給太太 她先給我看看 看看覺得怎樣 我先傳 不過她就贊成我 我最好 是面對面講的最好 因為她說 你傳了白底黑字 有時候 人就會傳給別人 亦都會產生問題 這個也是 她會考慮到 人很多種的想法 但她真的很小心 每一句說話 她都會小心 我們說完這個要點 這個說話 柔和地講恩典的說話 和柔和地講律法的說話 恩典的說話是甚麼呢 神的恩典 就是神愛我們 關心我們 在我們心裡有奇妙計劃 人都有恩典的說話 我關心你 我開心見到你 你真是很好的人 我很想對你有幫助 有甚麼我可以幫助你 這些是恩典的說話 即是我們對人好的地方 但我們要講律法的說話 譬如 經歸隊 有人經常遲到 要講律法的 但怎樣說呢 有些人就用眼神去說 挖一下他 搞錯呀 你 或者 小小 那些怒氣 你又遲到了 你遲了多少 是他先錯 不過他會很不舒服 我們真的要想清楚 怎樣跟他說 第一就是一對一跟他說 可以用了解的方式 我留意到你有時都 來參與敬拜都會遲到 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助到呢 總是想他有甚麼感受 這就是探討 即是探討 或者引導他 引導他怎樣找出問題 在哪裡來處理 例如家人 曾經有一個男女拍拖 她找我的輔導 那個女兒找我的輔導 不是男的那個 我發覺 原來男的那個 很多時候會說指責的話 不聽她那個女性的姐妹說的話 那我就跟她解釋 關於男女的分別 女性是很想 男性能夠回應她 關心她 那那個男的那個就回答我 她說 這個不是我的風格 我不會這樣做 那這個也是最坦白的一個 我幫過那麼多男性 這個是最坦白的 就是最坦白的 講出一種不願意的心 後來她跟這個女性分手 後來沒有多久結婚 不過沒有多久又離婚 因為她不肯去聆聽 當她不肯聆聽的時候 她只是說一些她想說的事 她想控制 她跟哪一個女性都有問題 這個所以能夠說柔和的律法說話 就是說 譬如你跟一個人說 你可以說 麻煩你幫我洗碗 那你說每天都是她洗的 那為什麼要請麻煩 你也可以說 多謝你洗碗 多謝你做的事 那你可能說 她是洗得不乾淨 那怎樣說呢 我們總之用詢問的方法 我們可不可以洗得更乾淨 可能她也不適合聽 有些人什麼都不適合聽 那是很難的 不過總比 你看這本 你還有多少織 你摸一下 多髒 那肯定的後果就是吵架 吵架收場 所以律法的說話可以是 這個恩典的說話 我剛才說了 有幾種的 探討和引渡 探討就是探討 找找有什麼方法 引渡就是我知道有什麼方法 不過我引渡她去想想 你想怎樣處理 你覺得可以怎樣處理 教導有時都可以跟她說 你這樣回應我 我會很喜歡的 我說話的時候 你回應我 我會很喜歡的 你陪我聊天 我會很喜歡的 這都是教導 但這是柔和式的 如果光硬是怎樣 我講話的時候 你看著我 記得聽我說話 你不要看手機 這樣 這個就是比較光硬 再強硬的 你看哪裏 我講話你看哪裏 這些就是再強硬了 但其實我們想想 人有時就會 那些心火爆出來 就會說這些說話 我們就是怎樣 教導柔和的 吩咐 麻煩你幫我洗碗 而不是說 你快點洗還不洗 有時需要指責 譬如說 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 你以為我才在等你 你當時在做甚麼 你以為我等待你 我心情會怎樣 有時我們都可以用柔和的方式指責 但我們不是想去感覺悲 我們是想能夠處理那件事 我們都可以了解 為何會遲到呢 怎樣可以處理呢 我們求主幫助 我們在這些人際關係上 大家有沒有這個習慣 會不會覺得很… 有些人說很刻意 又要這麼柔和 這麼鮮民 在家裏不習慣 在家裏不習慣 有些人說多謝 其實我們不只說多謝 你真的煮得好吃 你做得很好 很欣賞你 特意做些東西我們吃 很享受 這些就是一些方法 令到對方能夠更加舒服 希望大家在這方面都留意 祝福大家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祈禱 不過下個星期再見大家 大家記得做功課 我們一起祈禱結束 一起站起來 請到天父多謝你 歡迎你 求主軟化我們的心 讓我們知道 輕鬆得勝也代表 我們與人關係是更加好的 因為耶穌喜歡與我們的關係 是好的 也也耶穌喜歡我們與人建立好的關係 我們就用柔和的說話 能夠說溫和的說話 愛心的說話 讓人感受備愛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來奉主耶穌聖名阿門 阿門 其實我發現多數婚姻 因為不懂得說柔和的律法說話 多數婚姻 我所見到也是 很多時候我們輔導的時候 那些夫妻就會很快說 她就是這樣 她就是這樣 她就不知道她是令對方不舒服的 一說就說 有時候說 可不可以這樣 她一個人馬上說 她整天都是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指責的說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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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